好 我们来讲ARP ARP是一个在IPv4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协议 那么有无数的问题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网工在排错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无数的ARP问题 我尽量这一次一次给你来个圆满的 我基本上能把我能遇到的 我能想得到的 我能看到别人的 遇到的ARP的问题都给大家来讲明白 好吧 我完全不仅仅只是讲协议 但是协议我也会认真讲 好ARP 那么就是说ARP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我们要去解析IP地址 IP地址注意 IP地址一般来说我们管这玩意叫逻辑地址 为什么叫逻辑地址 就是IP地址随便设计的 对吧 我想设计它就设计它 我想换一个就换一个 随便换随便配 IP地址是一个随意可以更改的 随意可以设计的一个逻辑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要去解析 它在数据链路层里面的一个硬件地址 当然我们数据链路层 主要是以太王 主要是mark地址 对吧 我们要解析一个 这个mark地址 说过是一个全球唯一的 是跟硬件绑定的这么一个硬件地址 对吧 所以ARP的主要任务 是把一个逻辑的IP地址 解析到一个硬件的mark地址 就这么一个作用 OK 那么注意在IPv4里面我们用ARP 在IPv6里面我们不用ARP 我们用一个ND协议来替代ARP 因为我们认为IPv4这个ARP设计的极其的确心眼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安全问题 所以说IPv6里面直接把ARP砍掉了 好吧 那么我们会在IPv6部分来介绍这个ND协议 可以理解吗 那么我们现在来还是来介绍我们IPv4 专属的一个协议ARP IPv6就没有了 IPv6没有这个技术 我要在相同网络里面 我要跟另外一个主机的IP地址进行通讯 那么我一定要解析它的mark地址 它的在数据链路层的一个硬件地址 我必须要解析了 我有了ARP印射了 我知道它的物理mark地址 物理的地址了 我才会向网络上发送数据包 好注意这句话 我后面还会再说 你如果没有它的没有解析到 你不知道它的硬件地址 不知道它的mark地址 你不会向网络上发送任何数据包 除ARP以外 好吧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 我们我们后面再慢慢聊 首先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这种类似于ARP的技术 请注意ARP是可以认为是一大类的技术 那么在什么场景下 我们需要类 需要类似于ARP这种技术 就是需要一个做 需要对逻辑的IP地址 要把逻辑的IP地址 解析到一个硬件地址 那么这种协议 就你把认为是ARP的协议 那么什么场景下 我们需要这种类似于ARP的协议呢 需要去解析逻辑的IP到一个硬件地址呢 那么就是这种多路访问网络 首先啊只有在多路访问网络里面 那么才需要去解析逻辑的IP到这个多路访问网络里面的硬件地址 多路访问网络才需要 不是多路访问网络 基本上比如说就是点对点网络 点对点网络就肯定没有ARP 是不需要的 只有多路访问网络才需要类似于ARP的技术 那么有哪几个经典的多路访问网络呢 比如说我们最经典的我们的以太网叫做BMA 叫做广播多路访问网络 支持广播的多路访问网络 你可以认为我们以太网叫BMA 好还有几个经典的就是NBMA 虽然说我讲的多点真中计是一个经典的NBMA 然后DMVP的多点GRE网络也是经典的NBMA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可能你没有接触这几个网络 但是NBMA这个大词你听过吗 有人没有听过这个词的吗 我觉得如果说你学过OSPF OSPF一个网络类型是不是叫NBMA 有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OSPF一个网络类型叫NBMA 至少你这应该知道 NBMA很简单 就是说在这个多路访问网络里面不支持广播 你见吗 不支持广播的多路访问网络 那叫做NBMA 但是只要是MA网络 都需要类似于ARP这样的技术 来对逻辑的IP地址 因为IP地址是随便设计 随便设的 来去映射到在这个多路访问网络里面的那个硬件地址 最经典的当然就BMA 我们的经典的以太网 那么就是你看我们画图就是你看 你看这算不算多路访问 你看在一个一个线 一个线里面 你看把很多设备都接进来了 这算不算多路访问 对吧大家都能够都能够访问这个以太网络 是吧 这叫多路访问吧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在一个网段 我们都在192 168 0.0-24这个网段 首先我们在一个网段 首先我们在一个网段 而且在图里面画我们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在一个戒指里面的 我们在一个硬件网络里面的 诶 这就是我们的以太网BMA 这是广播的 好离开看一下这个真中级网络 或者说这个MGRE网络 他画图呢基本上就是画一个云 然后呢这些设备呢都接到这个云里面 然后呢你还会发现这些设备的都在一个网段 看右边172 16 2.0-24网络 他们也是在一个网段里面 他们也是在一个网络里面的 只是画了一个云而已 可以理解吗 都在一个网络 都在一个网段 都在一个物理网络里面 这就叫做MA网络 只是有些网络 像以太网这个刘B他支持广播 有些呢他不支持广播 广播广播不了 我们这个真中级广播不了 我们的MGR也广播不了 但是不管我们知不支持广播 但是我们都是MA网络 只要是这种在一个网段里面 在一个明显在一个网络 这个物理网络里面 这个玩意呢就是MA网络 在这种MA网络里面 只要看到这种图的东西 MA网络里面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解析 因为逻辑IP地址不好使 因为IP地址是可以随便换 就是今天你是这个IP地址 明天可以换另外一个IP地址 你可以随便换 但是你的硬件地址 在这个网络里面的硬件地址 你不是随便换的 所以我要向你发数据 知道你的IP地址没有任何用 因为IP地址谁都可以设 今天你设明天他设 像DHCP他可以变化的对吧 我知道你IP地址有什么用呢 我要向你真正发送数据 我一定需要知道你的硬件地址是什么 那么所以就需要一个ARP的这种技术 他去帮你解析 一般逻辑地址一定是IP 其他的就很少见了 就是逻辑地址一定是IP 物理地址呢 我们的以太网里面最经典的就是mark地址 在多点真中计里面呢 就是DL 你看刚才就是DLCI的号 看到了吗 要去解析一个 把你的IP地址映射到一个DLCI的号上面去 我记得当年我学CCI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真中计 那就要去配置这些DLCI 然后呢做NBMA的OSPF 然后来建立邻居来学习路由 当时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有玩过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以前玩的东西还比较丰富一些 一会儿真中计 我记得当时还有那种连接的一些窜口 然后呢当年还有ISDN 然后呢我发现我们当时还没有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VPN如果不通的话 我们ISD那个拨号就起来了 然后开始拨号 然后然后就网又通了 那个时候还挺好玩的 现在通过以太网感觉就不是很好玩了 那个DLCI 然后呢在DNVPN里面 它其实是解析什么呢 DNVPN是一个互联网的VPN 它其实来解析的就是你的逻辑IP地址 就是隧道口的IP地址 然后你的硬件地址 其实是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全局可路由的IP地址 这是DNVPN里面解析这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个协议 那么以太网是ARC 然后真中级叫做真中级反向ARC 然后MGRE是NHRP 要说都需要有这个协议来做解析 而且你还会了解到 那么这些协议既可以工作在自动模式 也可以工作在手动模式 你想想ARC ARC是默认自动的 就是自动解析 对吧 没问题吧 ARC也可以手动映射 对吧 我们可以手动的去添加ARC映射 当然这个一般我们都不这么用 因为前段时间有哥们说 我讲一个交换机的动态ARC监控的一个防黑客的 这么防ARC攻击的这么一个技术 对吧 然后有个哥们来说 谁用你这个技术 我们都是手动映射 手动映射ARC的 行 我觉得行 但是我希望你未来能够去个大公司 我未来你能去个几千人上万人的公司 我看你给我榜一个 你给我表演一下 好吧 所以呢手动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应该是自动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问题刚才我说过 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有个网络1721612.2这个网络 是吧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TEL172.1612.166 其实这东西设备不存在呢 这个网络里面不存在呢 那么我得解释一下 其实我以前就问 这个里面你现在抓包 比如说你现在抓包 能不能抓到TEL的包 我向你们自己去做啊 我有答案呢 就说你有没有 你看他现在一直在等待 他有没有这个TEL的 有没有TEL的 我刚才其实回答过答案了 没有TEL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他是直连 然后呢他就一定要解析17216 142.166的ARP的 叫做ARP的解析 然后呢这个网络上面呢 没有任没有这个设备 所以说他发了多次 没有任何设备给他回ARP 那么没有ARP印射 他不会向网络上发送任何数据 有时候呢 现在你抓TEL肯定是没有TEL的 先做ARP印射 一定要有了这个逻辑IP到它的 骂个例子的印射 ARP的印射 然后呢才会向网络上发送数据包 所以说你抓这个包 其实肯定是 网络上ARP肯定是有的啊 但是TEL肯定是没有的 好吧 这句话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没有ARP印射 我不知道这个设备的逻辑地址 说后面所印射的物理地址的话 我不会向网络上发送任何数据包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吧 好 这个应该是我的入门课啊 我们明天会做一个618的反场 然后呢我们还会送 我的入门课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参加一下 看羊毛啊 号羊毛啊 这个是我当时做的就是动态印射 看一下动态印射 什么动态印射就这个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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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喊楼经验吗 我小时候就喊楼啊 别没有手机 没有做机 然后呢比如说想让我朋友下来玩 我就在楼下声喊 对吧 当然我们楼基本上还有方向 你看它纯属到处乱喊 好吧 这叫动态 ARP 映射 什么叫做静态映射呢 这个叫静态映射啊 这个当时可能不要看不看的清楚啊 就说 这是这应该是银态 就是北京的思科的 那个银泰大厦的一个楼盘 那么你能够看得到 我这个确实有点也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七楼开始吧 好到十几楼 应该都是都是思科中国 这是那个哥们给我发的这么一个映射 发的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呢 就是经典的银泰映射 就是到了银泰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看 银泰映射嘛 对吧 我们哪一楼 然后哪个公司不就好了吗 对吧 这要静态映射 好吧 通过这个呢 可以了解一下 也可以了解一下我的入门课 我的入门课这个 当年就是这个是我入门课的一个部分 我怎么还暗红了 不要暗红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 那么我们的多路访问网络 确实是需要ARP技术的 但是呢 只有多路访问网络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点对点 点对点网络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点对点网络 点对点网络 肯定是不需要ARP技术的 点对点很简单 就是 你啥都不需要解析 你把你的数据从这边放进去 然后呢 数据呢 就从那边出来了 从那边进 这边出 这边进 那边出 解析个解析个啥呢 啥也不需要解析 点对点网络是不需要的 那么经典的点对点呢 当然就是点对点网络了 PPP 就是经典的点对点 那么跟PPP相关协议 包含PPC 纯粹的PPP在窜口里面的PPP 然后呢 还有L2TP 也是PPP PPTP 也是PPP PPPoE 也是PPP的 这几个都是经典的PPP 纯粹的PPP 在窜口上面可以做封装 L2TP PPTP PPP PPPoE 这几个 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 它们不存在 不存在 ARP 还有呢 GRE点对点的隧道 GRE隧道 这个也是不需要的 还有呢 我们IPSEG的VTI的隧道 就是IPSEG的点对点隧道 这个也是没有的 还有两个呢 就是昨天我讲过的这个 这个存储的FiberChannel的 这么一个网络 存储 我昨天说过 那个存私有的啊 我说 我给你举一个部分层的 那存储网络 那就是部分层的 它是一个经典的点对点 它是一个经典的点对点 它是一个经典的点对点网络 还有呢 类似于存储网络 当年我讲数据中心 4个Lexus交往机的时候 讲那个FiberPass网络 也是经典点对点 所以说点对点网络 其实也不少 只是大家可能平时 没有太接触过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在B站上的 我的数据中心的存储课 然后呢 也可以 当然这是YouTube 我发现我Lexus 当年讲的数据中心的 Lexus的课程 只在YouTube上面有 我并没有搬到中国来 好吧 有时间我再搬吧 好吧 这个是YouTube链接 里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的全套的 以前的Lexus的数据中心的课 当然可能有点老了啊 但你学一下 存储 存储完全没有问题啊 存储是你多少年 你看我那个都是应该是可以的 好吧 那么数据中心呢 有点老 你感兴趣可以看看当年 当年我的风采 好吧 当年我讲数据中心的时候 这些就是点对点网络 好吧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们是不需要 明明没有ARP 只有刚才我说了几个 当然呢 由于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个 以太网太多了 所以说呢 总是认为好像哪里都有ARP一样 其实只有MA网络 需要类ARP的介绍 其他的网络这些是不需要的 点对点是不需要的 好吧 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ARP ARP呢 就是经典的广播多路访问网络 以太网里面用到的一个用来解析 在以太网里面逻辑的IP地址 到它的物理的MARC地址的这么一个协议 它当然可以自动 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都自动的 当然也可以手动实现映射 这也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是一个ARP的一个包 当然也有一个包的这个每一个字段的一个解析 好 就我直接看一个就好了 好吧 这个东西很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给你来 我给我们来这个要这个实际来抓一下 实际来抓一下 IP-R吧 IP-R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 PIN 172.16连142.2 嗯 我管你 哦不是ISMP啊 不是ISMP 不是AND啊 哦 ARP啊 就是什么 AND不对 按不对啊 OK 这是这是我们的PIN 我们PIN抓到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ARP的解析 这个分辨率 这这这这太尴尬了 这不对 这不是解析它的 我们解析的是1,2,2 也许没有啊 我看看啊 嗯 用不当确吗 这怎么有这么多ARP 我找个单纯点 这边这边流量比较大啊 我找另外一个设备 我找另外一个设备 我在这边抓 2和3啊 我们在2和3区里抓 那边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我们找个安静点的地儿 抓这个位置 抓这个位置啊 然后呢我们 我们来PIN一下 我们的A2来PIN A3 你看这有PIN 对吧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没有ARP呢 现在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有ARP 不一定 不一定有ARP 也许它有ARP的缓存 这样啊 我清一下 我清一下啊 终于来 嗯 我这是有什么持续的流量吗 一直在打流量 一直在解析 清都清不掉 你看一清它就会解析 可能是我有 我看我是不是有路由协议之类的 我记得可能我要跑什么路由 不管它了 刚才我们直接做个过滤吧 ARP SMP 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ARP的请求 首先看一下它类型 0806 0806 IP是0800 ARP是0806 然后呢 我是 23.2 然后呢 这是我的 骂个例子 这是我们发送者 就是我来问 我是发送者 然后我问1721623.3 它的 骂个地址 这应该是一个 这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是0才对 这应该是以前解析过 这应该是以前解析过 我这应该有流量 造成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我这个 我这个截图吧 我这个截图会好一些 这是正常的 就说 首先是一个二层广播 然后呢 这是我的原mark 例子 然后呢 这是我的IP 这是我的mark 然后我再问 1721623.3 它的mark例子是多少 OK 这是一个问题 好 然后还有一个 那么我们的 这个为什么有18 开始我们讲过 就是因为最小是46 ARP呢 一共加在一起是28 然后呢 就一定要补齐46 所以说呢 有一个电片 给它电到最小长度46 就这么简单 好吧 这一块我想想啊 这一块肯定是有什么东西造成了 把R3先清了 我先我先看看 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会一直在这产生流量 哦 IGMP 这应该是这个问题 这应该在后面主播我会用到东西 嗯 这个角度到底是没有了 再看看啊 我再看看啊 因为我 我后面有 有主播 所以说我配了一些主播的东西 可能就是它不断的在有流量 所以说我清ARP怎么有清不掉 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这个感觉应该没有了 我再试试看啊 我再试试看 还有解释吗 还有解释吗 诶 这个是为啥呢 我这个环境下就一直在解析啊 这个 要不我有点重启一下它 把这个关了 我看还有什么其他流量啊 哦 这个版本只要一打开就会解析 我都不 我也服了 为什么一定要解析呢 你有啥流量吗 就从为了解析而解析 啊 你看直接打开就解析了 啊 不管它了 诶 上次我就在这抓的 上来就解析了 啊 但是这个ARP是正确的 现在对了啊 看这个就是零了 对吧 这是正常的ARP 没问题 只是说呢 应该是有流量来了 才会解析 对吧 那现在它直接 SS9都关了 SS9都关完了 就是全部都关完了 就是应该没有了 但是这个这是正常的ARP 对的啊 广播没问题 零没问题 发送员的IP和Mark 没问题 然后呢 这是我问的IP例子也没有问题 对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现在一打开 它就会解析 我的SSH也应该都关过了 这就经典的ARP 好我们来看看啊 广播 二层广播 原Mark例子 0806 然后呢 这是它要映射的是1 这个号是1 以太网 然后映射到这个0800IP 就是以太网到IP的一个映射 然后以太网的长度呢 是6个字节 IP的长度呢 是4个字节 1呢 是ARP的请求 然后呢 那这就是我们的R2的IP 的IP 和Mark例子 我要问我们的R3的IP 它的Mark例子多少呢 不知道 这个地方是0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个18要注意 就是因为最小是416 ARP是28 减去之后呢 还剩18 那这就是这个电片 要电齐 最小416 就这么个原因 好吧 这个好了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就是ARP的响应 我看一下ARP的响应 这应该下面这个 应该是ARP的响应 ARP的响应 首先了解ARP响应 这个单波针 单波是由3 回给我们的3 回给3 回给我们的2了 然后呢 这是ARP 0806 然后呢 也是10800 64 这是2 1是请求 2是响应 然后呢 刚才不是问题吗 刚才问题是1721623.3的Mark例子多少 那么它出现在我们的发送者的 我们的Sender的Mark例子这个位置 注意啊 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刚才问题的答案 那么 开始的问题呢 是在这个目的Mark例子 目标Mark例子 但是答案呢 是在这个发送员的Mark例子 这个地方来 OK ARP请求呢 是一个二层广播 那么ARP的响应呢 是一个二层的单波针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 好 好 这个 ARP的请求于响应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依然以我的入门课的一个图 来给他 从交换机的工作原理角度呢 来给他介绍一下 包含ARP 也包含整个交换机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常会用这个图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既通过这个东西 既讲ARP也讲交换机的工作原理 一个交换机刚刚开机 然后呢 三台电脑呢 设好了IP地址 然后刚刚接进来 它们都是一个网段的 它们都是一个微烂的 它们都在一个广播域里面 然后呢 分别的PC1 PC2 PC3 IP地址呢是IP1 IP2 IP3 Mark例子呢是Mark1 Mark2 Mark3 那这个时候呢 PC1呢要和PC2进行通讯 那比如说是PIN 比如说是Tilet 比如说是SSH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我们的IP2呢 跟他是直连 那么这个时候是直连呢 他就需要去解析IP2的这个 你要做IP2的ARP的解析 如果说是非直连 他就要去找这个网关 然后呢 需要去ARP去解析网关的ARP 网关的IP 所对应的Mark 如果说是直连 他就会解析这个目的地 IP2它的Mark例子多少 注意啊 直连是直接解析目的地址 跟他直连的IP2的Mark例子 如果说是非直连 他要去找到他的网关 就要去解析网关 那个IP地址所 所映射的Mark例子 可以一下 这两个不太一样 当然呢我们这是直连 所以我直接要去解析IP2 为IP2做一个ARP的请求 我们要去获取 IP2的这个Mark例子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个二层的一个 二层的一个广播帧 二层的一个广播帧 ARP呢就来了 那么从我们交换机呢 FA0-1号口进入 那么首先我们的交换机的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学习从接口进入的帧 并且构建我们的Mark例子表 这个时候交换机先做一个事情 就是他刚才我看到了一个ARP的请求 从FA0-1号接口进入 这个时候交换机呢 会读取这个ARP请求的原Mark例子 就是这个原Mark例子 读取原Mark例子和这个 它的这个入接口FA0-1 然后呢构建这个Mark条目 那么比如说这是一个WLAN 比如说这是WLAN10 然后呢这个Mark1 Mark1在FA0-1号口 我们动态我们构建的这么一个条目 那么交换机在收到了这个ARP请求的时候 那么就产生了这么一个Mark例子条目 这个一个 由于呢这是一个二层广播针 所以说呢会向整个广播域 除入接口以外的 就是FA0-1号口 可能就不算了啊 除入接口以外的其余接口进一个放红 比如说呢PC2呢也会收到PC3呢也会收到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PC2很明显啊PC2啊 我们先PC2和PC3都都会收到 PC2呢很明显一看 你问的这个IP例子呢就是我的IP例子 所以呢我其实呢有责任会回给你 但是在回之前注意啊 但是呢在这个回之前我先去读取你的 我先去读取你的发送者的 发送者的IP和发送者的Mark 你来了一个请求 我收到你的请求 我在回你响应之前 那么去读取你的发送者的IP和发送者的Mark 然后呢把它写到我的本地的ARPC的高速缓存里面 我会写到我的ARPC的高速缓存里面 然后呢IP地址和Mark地址 我先写到我的ARPC的高速缓存里面 写到高速缓存里面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给你回单波的ARPC的响应 我们的ARPC的响应 原Mark是这个 我们那个环境应该是Mark2 然后目的Mark呢是Mark1 那么我们会给你回一个单波帧 ARPC的响应 单波帧 然后呢从FA0-2号接口进入 那这个时候交换机又看到它了 交换机又会读取这个二层单波帧的原 Mark地址Mark2和入接口FA0-2 然后呢再次构建第二条Mark地址表 交换机已经有两个设备的Mark地址表了啊 然后呢它学习了之后呢 然后呢去看 那么你是一个二层单波帧 你的目的Mark地址呢是这个Mark1 你的目的Mark地址是Mark1 然后呢我查我的Mark表 发现Mark1呢在FA0-1号接口所接着的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针只会从FA0-1号接口出去 只会被PC1收到 PC3是收不到的 不像开始请求PC3收得到 啊 那么响应只有PC1能够收得到 OK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一个ARP请求过去 一个ARP响应回来 两个包一次交换 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PC1就有了PC2的ARP印射 我们的PC2就有了PC1的ARP印射 我们交换机就有两者的Mark地址条目的 Mark地址的条目 不能叫印射 就是Mark地址的条目 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好吧 所以你要了解一点 几个奇异 很多人会认为说ARP是 我解析理 我有理的了 理在解析我 理就有我的了 是四个包 两次交换 彼此有了对方的ARP的印射 不对 是一次交换两个包 我们两者之间都有彼此的ARP的印射了 因为当你PC2收到PC1的ARP的请求的时候 你会读取请求的Sender的IC和Mark 你写到里面来 所以说理就有了 然后你回给我 我就有理了 所以说一次交换两个包 我们彼此都有对方的ARP印射 这是第一个容易出的概念上的错误 第二个容易出的概念上的错误 就是说有些人认为交换机会有PC1和PC2的ARP印射 并没有 交换机只有他们两个Mark地址条目 一个是哪个Mark 哪个接口 哪个Mark 哪个接口 说的难听一点 我们的交换机是一个二层交换机 我们交换机 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ARP 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以太网针 我们只知道 Mark地址和接口 应该怎么转发 至于以太网里面的数据 ARP的高级货 我们的交换机是完全不理解的 所以交换机是没有ARP印射的 可以是吧 交换机是不是就一定就没有他们两个ARP印射了呢 如果说你非得要较个劲 你交换机上可以配一个微蓝接口 在微蓝接口配一个IP地址 然后呢 你用这个接口去拼一下他们俩 那怎么就有了嘛 对吧 那当然那有三层交换机了 那但是我们这个二层交换机是没有的 好吧 这一点你也需要注意 那么 所以说聊到了 然后继续看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如果PC3是一个黑客 那么他刚才我们看到我们Wordshack 我们用Wordshack抓包对吧 那么 呃 虽然说PC3跟PC1PC2接待了一个交换机 在一个网段 在一个微蓝里面 啊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捕获PC1和PC2之间的流量 因为PC2和PC1之间的正常的单波针 比如说PIN啊 TILITY啊 HTTP啊 正常的单波针 只会在交换机的FA0-1和FA0-2 2号接口之间转发 那么PC3呢 是收不到任何正常的单波针的 你要是抓不到的 给理解 那么好 那当然了 如果想抓到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CC3 security的一些黑客技术 那么做一些特殊的操作也是可以的 那么或者说呢 你是真实的物理交换机 你可以做一个span span 啊这个也有 我B站也有录像 我最近做进化论很多啊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一个span技术 你可以在B站搜一下啊 或者是中国叫端口镜像技术啊 时刻叫span技术 也可以把流浪引出来 好吧 那好 我们聊到这儿呢 又聊一个问题 就说那好 那么 我这个虚拟化环境 我是怎么装的包的呢 大家知道虚拟化环境 我这儿没问题啊 我这个虚拟化环境是可以抓包的啊 我这个虚拟化环境 我这儿 我这儿开起来 就是哪哪都可以抓 这儿哪哪都可以抓 那么你们觉得是怎么实现的 虚拟化环境怎么实现的 就是说在在真实环境 在生日交损机 那么要么你黑个攻击 你要么做死半 那么你就抓包了 你不做黑个攻击 你又不做死半 你就肯定抓不到 因为这个交损机 它不是极限器 极限器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们的虚拟化环境 我我我为什么能抓到呢 好我们这个 我们就给人扯多多远扯多远啊 对啊我最近是我敞开了敞开了聊啊 你想扯多远扯多远啊 这是我们端口主 端口主里看一下 我们在安全这个地方 杂核模式激活了的 相当于呢 这就是一个极限器 OK 这个就好了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抓到的啊 这是因为我们做的杂核模式 所以抓得到 但正常也不应该抓得到 好吧 这个也跟大家聊聊 那么交换机的死半里面 可以去看看我的B站 好吧 如果说你想了解黑客 你我CCA security里面也有讲 你可以看看黑客的攻击都有 都没有问题好吧 好下面我们来这个了解了 我们继续往后面聊 那么来聊ARP的高速缓存 缓存这事你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我一直都特别的讨厌那种 像华为那些模拟器 只能模拟华为设备 什么都模拟不了 什么协议都没有 除了PIN就什么也没有的 因为你很难理解其中几个重要的缓存 ARP缓存还好 ARP缓存你在模拟器也可以有 我理解的最重要的我们在网络里面 一定要记住的三个缓存 ARP缓存 DNS缓存 HTDP缓存 这经典的三大缓存 你如果说这三个缓存 你老子里面没有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你排错起来会很有困难 OK 像刚才为什么我就抓不到 为什么我就抓不到呢 就是说你看刚才我说我老是PIN 我就PIN包 然后我就抓不到ARP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解析了一次 他就会把这东西写到ARP的 就会写到ARP的缓存里面 就会写到ARP的缓存里面 那么下一次你再去访问这个IP 就不再做ARP的缓存解析了 直接由于本地的有ARP印射 所以说直接看本地的印射 我直接就封装包 我直接就走了 不是每一次请求都会有ARP的 只有第一次会有ARP 会解析 然后后续都会有一个缓存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反复去访问他 然后你看缓存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有ARP的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ARP 如果说需要更新一下 你可以clean一下ARP 那么重新再解析 那么也许就好了 注意ARP是一个缓存 它存在一个 我觉得你只要了解就是说 你不是每一次都会抓到ARP的 它可能第一次会有 它有ARP印射之后就没有了 你要清一下重新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最近点 就是我记得 我记得调车项目的时候 当年我们还 我给一个公司做了一个冷背项目 冷背 不是热背是冷背 就是说 那如果这个设备坏了 然后那个机器开机 那个机器开机 然后这个机器关机 那个机器开机 然后那两个机器一模一样的 IP地址 然后我就发现 那个机器开起来了 我们这些客户怎么还上不了网呢 为什么还上不了网呢 对吧 就是因为那个设备 它不发免费ARP 我们一会会介绍免费ARP 它不发 然后所有下面的客户 都还记录着原来这个IP地址 原来这个设备的ARP印射 它的MAC的ARP印射 新设备虽然上来了 IP地址一毛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ARP并没有去更新它 所以说就不行 好吧 所以说就不通 所以说后面我们全部都要把更新ARP给清掉 然后它就通了 所以说了解一点 所以说就是因为有ARP缓存这个问题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VRRP 我们的HSRP用了这个技术之后 两台设备 想想啊 这两台设备不仅有相同的IP 而且它们有相同的MAC地址 也就是说呢 就算在VRRP和HSRP在切换的过程中 它们不仅IP地址不变 它们的MAC地址也不变 那么下面的客户呢就不需要去更新ARP 而且因为它们MAC地址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有ARP的缓存这个概念 因为如果说你 刚才我说冷背的一个问题 就算你一模一样的设备起来 你老的设备下去 你IP地址一毛一样的不好使 因为老设备有 老设备ARP的缓存 还依然在所有的设备上面有 那么它依然会记录老的映射 依然会把包送到老的那个MAC地址上面去 就依然通不了 那么怎么解决呢 就是一会儿那个 一个办法就是说 那个设备如果起来 它要发免费ARP来主动把下面的这些给刷新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VRPHSRP这些技术 那么它就根本不改MAC地址 那么新的老的是一个MAC地址 那不就没事了吗 是吧 我希望我聊的能够理解 虽然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做实验 但是我能够给你聊到的聊到 还有一个 就这个DNS也有缓存 对吧 当然我们DNS后面会讲 DNS就是说 第一次那么你敲这个域名 那么它会有DNS缓存 它会存到我们你的本地 那么如果说你紧接着你ARP的 你的DNS改变了 那这个时候它依然其实还是在用缓存的 那有时候这个DNS会竟然改变 会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后面的AWS那些 那么DNS会 会DNS的解析也是负载军从的 就是一波人拿一波人用这个 一波人用那个地址 它可以这么换 可以理解吧 那比如说我们上AWS的课 那我怎么能够给你测出效果呢 我怎么能够给你看出来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那个 那就是我就希望把这个DNS的缓存的时间做的小一点 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测得出来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倒霉的HDD缓存 那么虽然说有时候我们拍上我们开发网页 其实我们都做完了 我们都做的没有问题了 但是其实就发现 它还是老东西 你F5都不好使 那它也有缓存 那么这个是我们HDDB里面讲的 no catch control 还记得吗 我们用no catch control 那些办法能够让它不用缓存 还记得吗 我简单的聊了聊 那么ARP呢 这是今天是重点要聊的 DNS我们还要再聊 HDDB我们聊过了 好吧 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世界上有这倒霉的三个缓存 你脑子里面一定要有概念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三个缓存在给你 捣乱 OK 那么在录录器里面呢 就是clearARP 然后呢在这个PC上面呢 ARP-A 可以看到所有的ARP印射 ARP-D 可以删掉某一个特定的条目 OK 这些操作其实并不是我主要要介绍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行 我们主要是讲协议 好吧 ARP的相应的操作 对您那个直接操作 好 那么这是ARP 那么ARP我说我要讲 讲一两小时 且没完啊 我们紧接着进入下一个免费ARP